新月当空万烛烧,人间天上凉元宵,老人常说过了正月十五,新的一年才算正式开始,2月19日是正月十五元宵节。 从宋代起,民间就流行一种元宵节吃的食品,由于下锅时先沉后浮,这种食品最早交浮原子,后称元宵,生意人还没其名曰元宝。 元宵的做法以馅为基础,先拌馅料,货匀后摊成大元宝片,晾凉后再切成小块,沾上水,放入装满生糯米粉的机器里,边摇边用手搅动,摇上几轮,元宵就做成了。 从最初用着力摇元宵,到现在用滚筒机器操作,二三十分钟就能摇出1200到1300个元宵,从馅到全滚商粉滚成元球,元宵馅要经历五进五出。 就是把元宵馅放了框的,先放框的,先进水,减成第一,就是说元宵撞馅,第一水,把元宵馅弄粉的表面,有粉了,酥出来放第二水,一共是打骨水。 为了保制每个元宵下锅煮熟的时间大致相同,摇元宵讲究个头相当,每摇完一轮都要称一次元宵的质量,而每一轮的质量都有严格的区间范围。 打完污水以后,成品呢,每十个的重量是268到275块之间,就算合适。 出完了,最后一水出完了,把大小个儿,还有坏的都把它挑出来,小的再回一水,大的直接喝坏的直接手托,就不要了。 看着元宵馅一点点被面裹上,是很多老北京人关于元宵节的记忆,这是他们元宵节时的仪式感,能够起他们儿时过节的回忆。 走摇元宵呀,是这个在我小的时候,上小学的时候,见到一些老北京作坊,都是拿那个火了,油啊,筛啊,哎,筛出的元宵。 现在的社会,摇元宵可比50年代快多了。 那个时候,过去小时看到了摇元宵,只看吃不到,因为过去元宵也是一种奢侈品。 如今元宵也不再是奢侈的食品,而是一种节日的象征。元宵节吃元宵,硬的是节气,吃的是好兆头。 小的时候特别想过那个元宵节,因为它是特别甜的,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吃甜食,然后最喜欢炸的,我妈给我炸的那种,先蒸出来,蒸出来就蒸熟了,然后再放到那个锅里面炸,炸完这个时候,外面都比较酥,然后里面还特别甜,特别好吃。 而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,元宵是超市里做好的现成食品,制作元宵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新鲜事。 我吃过元宵,然后我没见过是怎么做出来的,然后看到这个鸡鸡都在摇,感觉应该是很好吃的。 随着时代的变化,从黑芝麻、花生、山楂等传统口味,到榴莲、盖奶、梅菜烧肉等,元宵和汤圆的馅料不断翻新,花样百出。 和甜粽子咸粽子,甜豆花咸豆腐脑的南北差异一样,民间也有北元宵南汤圆的说法,关于正月十五吃什么,元宵和汤圆到底谁更正宗的南北之争,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。 元宵和汤圆的区别主要有两种,第一,元宵是摇出来的,汤圆则是包出来的,第二,北方的元宵馅多以山楂、五仁、黑芝麻居多,荤馅比较少。 南方的汤圆,除了包含北方元宵的口味,还有鲜肉馅、鲜虾馅、蟹黄鲜肉馅等,或许关于汤圆和元宵的南北之争,永远也不会有结果。 无论是汤圆还是元宵,无论是什么馅,都象征着荷家团圆和美好,都意味着新的一年荷家幸福,团团圆圆。